最近霍启刚跟郭晶晶又引起了关注 原来是霍启刚的女儿名字曝光了 一个名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过在豪门里面 名字可不是随便乱取的 比如说李兆基跟李嘉诚竞争了一辈子 他一直输给了李嘉诚 后来他索性就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李嘉诚 李嘉诚的孙子取名更加有讲究 李泽凯的儿子叫李长治 其实就是一个帝王名字 而且也抑郁着李嘉诚的生意帝国可以长治久安 另外李嘉诚的儿媳妇原名王复信 后来为了助推李嘉诚家族的运势 王复信就改名为王力乔 可见豪门的名字绝对不简单 霍启刚的女儿名为霍中衍和霍中怡 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呢 如果你知道霍启刚的儿子名为霍中西就不简单了 霍中西是霍英东家族的嫡曾长孙 在霍英东家族他们是非常看重嫡系的 而且男女的地位差别也非常大 霍英东自己就有三个太太 总计生了十个儿子跟三个女儿 不过霍英东早就规定了 二房跟三房的子女不能参与家族事业 甚至连做生意都不行 只能自己去当律师老师来赚钱 即使是大房的女儿也不能参与家族事业 而且不能抛头露面 霍英东的三个妻子就非常低调 几乎从不露脸 朱玲玲就曾经说过 在霍家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她曾经在家里拿了一个珠宝去带 却被管家要求写借条 后来朱玲玲跟朋友在伦敦合伙开服装店 霍正廷知道之后也非常生气 认为朱玲玲这样做是破坏了霍家的传统 也丢了自己的脸 为了区别这样等级 霍英东给子女取名非常有学问 比如说大房的儿子取名郑字辈 而二房则是取名文字辈 三房取名显字辈 以此来区分大家的地位 霍英东的女儿则全部取名显字辈 到了霍家的第三代 名字也是如此 大房所生的孙子取名启字辈 比如说霍启刚 霍启山 霍启文等等 而大房的孙女则只能取名私字辈 也就是说 名字其实已经代表了你在霍家的地位 不过这次霍启刚却打破了爷爷霍英东定下的规则 给自己的儿子跟女儿都取名中字辈 这是非常难得 也说明霍启刚正在改变这种传统 做到真正的平等 当年霍英东是家大业大 不得不采取传统的管理办法 尊崇古法嫡长子继承制度 不过到了如今 社会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样的办法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了 连香港特首都成为了女的 如果霍英东家族还如此搞特殊 那么大家会如何看待他们 何超穷成为何鸿燊的接班人 也说明传男不传女的习惯已经被打破了 霍启刚的觉悟如此高 难怪很多人都支持他当未来的特首 霍启刚已经宣布参选香港的议员了 下一步他肯定会继续在政界发展 以他的年纪 可能十年之后他就有机会成为特首了 其实许多人支持霍启刚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霍英东的孙子 霍英东的孙子非常多 为何偏偏支持霍启刚一个人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霍启刚的能力跟态度问题 霍启刚从小成绩就非常出众 后来还以全A成绩考入了英国的牛津大学 毕业之后霍启刚回到了香港创业 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 另外霍启刚还出任了众多的体育协会的主席 为社会出力 同时也跟着父辈学习管理霍英东家族 为家族在南沙的事业做贡献 过去多年 霍启刚工作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也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 确实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年轻人 同时霍启刚低调朴素的性格 更是让许多人点赞 霍启刚娶了郭晶晶 也是说明了霍启刚的价值观 霍启刚本来可以选择一个香港豪门千金 不过他最后却选择了郭晶晶 这说明霍启刚已经看透了财富 霍启刚可以说颇有爷爷霍英东的风范 霍英东在香港搬手起家 14岁就到码头当苦力赚钱养家 后来霍英东承包了一条船 到东海挖海草赚到一些钱 又靠着卖战后物资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 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 霍英东已经拥有了几十条帆船了 成为了香港最有势力的船老大 韩战爆发之后 霍英东利用香港这个市场 帮助内地运送各种战略物资 跟内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时霍英东也为韩战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霍英东又在香港开发房地产 发明了著名的楼花制度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逐渐成为了香港首富人物 霍英东在香港获得成功 随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邀请企业家到内地参观投资 1978年 霍英东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邀请了邓丽君 给当年到香港比赛的中国女排唱歌 第二件事情是 他带着李嘉诚、郭德胜、李兆基 等上百个香港企业家 组成了一个考察团 从北到南深入了考察了中国市场 最终促成了多个企业家到内地投资 不久之后 霍英东就决定全力去开发南沙 把这个不毛之地发展成为第二个香港 霍英东前前后后砸下了大约60亿的资金 折合今天估计600亿的资金 让南沙从一片贪图变成了一个海滨新城 在2003年之前 南沙能够看到的项目 至少有一半是霍英东开发的 同时霍英东在内地建立了多个慈善基金 支持体育、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发展 一生累计捐款超过了100亿 80年代的时候 霍英东患上了癌症 当时有人劝说霍英东去美国治病 因为美国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了 不过霍英东却说 即使要死也要死在中国 随后霍英东在香港进行了手术 并且被接到了北京疗养 在北京霍英东前前后后接受了一年的医疗 最终奇迹般好了 又健健康康活了30多年 如今霍启刚继承霍英东的遗志 也为国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